Defusion function的定義是這個樣子 隨機變數小於等於某一個LX的機率 那我們上次有提到幾個性值 第一個是如果你這邊帶入無限大 它的這個Defusion function的值一定是1 然後如果你這邊帶入負無限大 這個一定是0 然後如果現在X 如果有一個X1 小於等於X2 那我們會發現這個X1帶進來Defusion function 它這個值一定會小於X2帶進來這個 function 因為Defusion function它是遞增的 有一個講起來是叫做非遞減的 它是nundiscretion 非遞減的 為什麼不是說它遞增呢 因為它到某個階段可能就是平的 一般Defusion function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是這一種的 然後最後這裡是1 那也有可能是這樣 這也是1 這是連續型這是離扇型 另外我們還有講過 也有可能是混合的 也有可能是混合的 譬如說它在這裡是這樣 然後在這邊可能這樣子跳躍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那我們說這一種的是離扇對不對 這一種是連續的 那這一種是混合的 那總之就是 Defusion function一定是 越來越增加 然後到某個階段就到1 就是這樣子增加 就是這樣子增加 所以不可能 有一個Defusion function 是長這樣 這個一定不可能 不可能有這種Defusion function 所以我們說如果有一個S1 小於S2 那它帶進來這個Defusion function 裡面這個值一定小於S2 帶進來了 然後另外我們考慮 假如現在隨機變數大於X 這個機率呢 會是E減掉這個Defusion function 因為它是小於等於一個部分 那我現在考慮大於 就是整個的機率是E 然後減掉小於的部分 OK 然後 如果我現在考慮的是一個區域 那麼就會是 把S2帶到這個Defusion function 然後減掉 S1帶入這個Defusion function裡面 因為相當於是 這個東西小一點它 那就是它 然後扣掉這一部分的 這一部分的就是它 這應該很容易 然後 然後 如果我們現在考慮 隨機變數等於某一個X的機率 那我們可以把它表示成它是 這個 這個地方減掉 它左邊一點點 其中這個X負呢 或者是我們直接寫X負 這個X負呢 它相當於是這個X加上某一個Extron 然後這個Extron呢 趨近於0 但是它比0大 就相當於 就相當於 這是減 減掉一個Extron 就是在X這一個值的左邊一點點的地方 那 這個Defusion 減掉它左邊一點點的那個Defusion 就是 在這一點上面的 這個機率 好 然後另外 這個 這個 有一個關係呢 是 X呢 它會等於 這個X正 帶進來Defusion 的值 其中這個X正呢 它相當於是 X加上Extron 其中這個Extron 趨近於0 但是它大於0 就是 X右邊一點點的那個 那個地方 那我們發現 這個 你考慮X被 就是 隨機變數被局限在X的機率呢 相當於跟 隨機變數局限在X正的機率是一樣的 因為它右邊一點點的機率是一樣 因為最主要就是Defusion 它包括了這個等號 所以比它右邊一點點的 對 那些隨機變數發生的情況呢 就是沒有超過它嘛 沒有超過它 也就是可以等於它 所以是一樣的 好 那另外 這個同理我們可以知道 隨機變數如果介於X2 跟X1 這裡如果有等號的話 就是說我們現在考慮這裡有等號 那當初這裡是沒有等號的 沒有等號這個很簡 這個很直覺 那現在有等號呢 其實 就是我們在考慮更細微一點 就是X2 減掉這一個東西 就是減掉X1旁邊一點點 把它排除掉 你原先沒有等號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一點你就 這個 不考慮嘛 把它扣掉 那現在呢 有等號就是你不能扣那麼多 所以你這邊呢 稍微往後退一點點 這個可以嗎 這應該還滿直覺的吧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啊 如果不高興的要抗議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 紫銅板 上次我們舉過紫銅板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那個 這個 指兩個銅板的情況 好了 好 假設有一個例子是 X它代表 我們現在值兩個銅板 出現正面的次數 就算是 了解 好,假設有這樣子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只兩個銅板 那直銅板出現的這個outcome 有哪些種情況 就正面跟反面,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只兩個銅板 出現的outcome會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outcome 只兩個銅板 它可能是兩個都正面 這是一種outcome 那也有可能一個正面 一個反面 也有可能一個反面,一個正面 那也有可能兩個都反面 有這四種情況 那這四種情況的機率呢 分別是多少呢 好,只兩個銅板 我們可以講這兩個銅板是獨立的 那於是出現正面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那兩個都出現正面的機率會是多少 就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 所以是四分之一,對不對 那如果出現一次正面,一次反面 出現出現正面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出現反面的機率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也是四分之一 然後出現反面又出現正面 同樣會是四分之一 那出現兩次而反面也是四分之一 好,這個是四種outcome發生的情況 那我現在呢,題目是這樣子喔 題目是告訴你說有一個隨機變數呢 這個是一個隨機變數 這個隨機變數x 它代表出現正面的次數 出現正面的次數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個 這個出現幾次正面 兩個,兩次正面 意思就是說 今天x等於兩次 x等於2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好 那 x有沒有可能等於1呢? 有啊 就是出現一次正面 那有兩種情況 有這兩種情況 所以它的機率是多少 它或它,對不對? 那它或它 這個 機率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 這個加這個 等於2分之1 這個有沒有問題 出現一次正面的 就是有可能正反 或者是反正 那正反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反正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所以這兩種或的機率 就是相加等於2分之1 可以嗎? 好 那這種情況出現兩次反面 出現兩次反面 代表它沒有正面 於是x等於0 的情況 它的機率是四分之一 這樣OK 好 但是我現在題目要你畫出 它的distribution 所以我們要來畫一下 這個distribution 這個東西 按照定義它是 x小於等於某一個x的機率 那就要看你這個x 現在規定是多少 因為我們要畫出這個distribution 這個是x 這個是fx ok 所以我要考慮這個x 是所有的情況 從負無限大到無限大 於是你要討論這個x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考慮不一樣的條件 我現在第一個呢 假如說考慮x是很小的情況 就是說你現在先考慮x很小 小到什麼程度呢 小到這邊的機率是0 x小到什麼程度 會讓這個distribution等於0呢 就是你這個隨機變數 根本不可能小於等於它的情況 那你看隨機變數現在 x它不是0 1就是2 有這三種 那什麼時候會讓這個隨機變數 永遠不會出現小於等於這種x呢 只有當這個小於0 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個考慮的條件就是 當這個x比0還小的時候 那這邊的機率就是0 就是這一段 然後x慢慢的變大 它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 如果它今天有等於0的時候 這個隨機變數x就可以允許它是0 對不對 有這一種 那大於等於0 但是到某一個區域 到某一個區域 它這個涵蓋的隨機變數的可能性 還沒有變化 就跟這個一樣的這個區域 這個是差不多是多少 你要先判斷一下 對不對 如果說今天x是在0的時候 隨機變數這裡是 可以考慮x等於0的時候 那你如果這個再放寬一點 譬如說x如果等於1的話 那這裡又要再考慮 隨機變數x等於1的情況也要納進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先只是 先有一個這個範圍 先定嚴格一點 讓它限制多一點 然後這邊再慢慢放寬這樣 不要一次放得太寬 可以吧 所以這裡我們先定 1 因為你如果定1的話 代表這個隨機變數 它不超過1 的那一種 這裡是小於沒有等號 也就是說你這個隨機變數x 它最多到0.999 99999多這樣子 那表示說這個隨機變數x 它不可能為1 1的話你就不會小於等於這個 0.99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定這個範圍 是這樣子來考慮的 我不曉得說會不會有同學問說 為什麼我知道要定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就是我要考慮 原先是這裡的 不可能的 然後慢慢放寬放寬放寬 這樣子來考慮的 OK 所以這裡只有涵蓋一個s等於0的情況 那就是4分之1 然後再來如果我們再放寬 x如果大於等於1 然後介於某一個範圍 那如果今天x可以等於1 這個小解x可以等於1的話 那這個隨機變數就可以允許 它是0 1都可以 對不對 這裡就是s等於0 加上s等於1 這兩個都可以 好 那如果要再加上s等於2 你這裡就要再放更寬 那我們現在先考慮這兩個 允許它們發生的話 你這裡應該要小於多少 2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等於2 這裡又要再加上s等於2 的情況 好 那這個東西加起來 就是4分之1加4分 4分之1加 寫在這邊 就是s等於0是4分之1 加上s等於1是2分之1 所以加起來會是4分之3 OK OK 好 然後再來我們再放得更寬 如果x 可以允許它大於等於2 大於等於2 比2還要大 那代表隨機變數x可以是0 可以是1 可以是2 都含進來了 那這裡就是0的情況 加上1的情況 加上2的情況 加上2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是4分之1 加上2分之1 再加上4分之1 所以會等於1 會等於1 會等於1 好 所以我們現在考慮了所有的條件 那你這裡還可不可以再放得更寬 當然可以 但是更寬結果是一樣 因為這裡已經到1了 好 所以我們把它畫出來會是這樣子 0到1之間 它的值是4分之1 然後1到2之間 值是4分之3 1到2 它的值就變4分之3 到這裡 然後大於2的時候 它的值就到1 所以它的 Distribution 的圖畫出來就是這一條線 這樣了解嗎 OK 好 那這時候如果我問你 我問各位 px 等於 e的機率 如果我按照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 s等於某一個x的機率會等於 你把x帶進Distribution 減掉x左邊一點點的那個值 代進去Distribution 所以我們來 利用那一個式子來看看 它會等於 這個e帶進來 減掉 這邊是e左邊一點點 e帶進來 就是你這個e帶進來 會是多少 e帶進來 要選這一個還是選這一個 要選這一個 對不對 因為 那一個地方呢 是在這裡 是4分之3 要選這一個 所以是4分之3 然後減掉 e左邊一點點 左邊一點點 就是沒有包括這一個 所以你要選這一個地方的區域 所以是4分之1 所以他減他 會得到2分之1 這個結果 跟你用這種方式去想 應該是要一樣的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個2分之1呢 是x等1 也就是說 為什麼機率分佈會在 這個地方呢 從4分之1 上升到4分之3呢 最主要是因為 在這裡 的地方呢 有一個p 這個s等1的 這個 隨機變數出現了 它在這裡 貢獻了2分之1的機率 讓這個機率分佈 從4分之1 上升到4分之3 了解嗎 那你看 如果 今天我問你 這個 x等1.5的機率是多少 x等1.5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用直覺去想 剛剛講說 我們直量的銅板 出現正面的 正面的機率 我們用x 隨機變數代表 對不對 那出現正面的次數 有沒有可能會等1.5 不可能嘛 所以直覺來想 這個是等於0 那確實也沒錯 各位可以看到 1.5的這個地方呢 你看這裡是平的 代表1.5呢 我起來這邊 s等1.5 如果按照這個 這個性值來看的話 它應該要等於 我把1.5 帶到distribution function裡面 這裡是1.5 然後減掉 1.5 左邊一點點 可以嗎 那1.5你把它帶進來 它是4分之3 或者是各位看這邊 1.5是落在這個區域 所以它是4分之3 帶進來是4分之3 然後1.5的左邊一點點呢 它也是在這個區域 所以它也是4分之3 所以這裡是-4分之3 4分之3-4分之3等於0 所以這樣子驗證沒有錯 這個s等1.5 幾率是0 跟我們直覺的想法 是一樣的 因為不可能出現1.5個正面 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這個觀念一定要有喔 如果我考試 我現在給你一個distribution function 譬如說是給你這張圖 那我問你 譬如說 s等於2.3的幾率是多少 各位要會 要會知道齁 當然是多少 0對不對 很好 有沒有問題 如果這裡不懂 我們要把它想清楚 好 好 各位 我現在有一個distribution function 長這樣 這個 function呢 我們上一次上課有見過 在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這個問題 我們舉一個電話的 這個打電話進來的這個例子 對不對 好,譬如說電話是在0到1 小時之內會打進來 然後我用一個 function 然後我用一個 function 來把這個打電話進來的時間 對應到隨機變數上面 那這個隨機變數 如果我去考慮 它的幾率分佈 畫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那這個也是類似 我現在給你一個這個幾率分佈 長這樣 那我問你 x等於1 2分之1 的幾率是多少 大家覺得是多少 有沒有同學認為是1 2分之1的 不是喔 不要被騙了 它的答案是0 為什麼呢 s等於1 2分之1 假如說你要用這個性質去想 它會等於2分之1帶到distribution function 然後減掉 負2分之1帶到distribution function 好,2分之1帶到distribution function 是多少 我這裡告訴你了 2分之1帶進來就是2分之1 減掉 對不起喔 這邊剛剛寫錯了 因為2分之1 然後這邊 左邊一點點 2分之1的左邊一點點 2分之1的左邊一點點 大概要distribution function 會等於多少 也是2分之1 為什麼 因為它是連續的 它左邊一點點 它左邊一點點呢 是一樣的 就跟剛剛這個一樣 剛剛我不是問你 1.5的那個地方 跟1.5左邊一點點 在這邊呢 是不是一樣的 一樣對不對 沒錯 它這個是一樣的 因為它叫做連續型的 所以它是一樣的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於是相減就等於低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所以這裡各位要記住一個觀念 就是 連續型的隨機變數呢 這個隨機變數 等於任何一個值的機率 都等於低 大家自己把它寫下來 把這 剛剛我講的這件事 連續型隨機變數 它等於任何一個值的機率 都等於低 那數學四字就是這樣子寫的 隨機變數我用rv的代表 好,各位記得這件事情 這個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這個連續型的隨機變數 等於任何一個值的機率 都等於低 這個各位如果沒有用這種觀念去想 一定會覺得這個很奇怪 好 那這個原因呢 我們要到 接下來要講另外一個 一個量測指標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量測指標 叫做distribution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談 機率密度 要講機率密度 那從機率密度 才來想這個問題 會比較容易想 否則你現在去想這個問題 你會覺得很奇怪 譬如說上次我們舉 這個電話打進來的這個地址 在這個時間點 電話打進來 它的時間我把它對應到一個 隨機變數上面 那為什麼它對應出來 這個隨機變數 它等於任何一個值的機率 都會等於低的呢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那以後我們再回過頭來再來看這個問題 就會更清楚 那現在呢 這個等於平呢 我們只能用這一個性值來想 才解釋得通 OK 好這裡這樣大家了解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一個量測值 就是叫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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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們把它叫做 pdf 這個density function呢 我們要分成連續型 隨機變數跟離散型 分別來考慮 就是說第一個如果 隨機變數 是連續型的 我們要來關注 我們要來關注 這個 接著 4個 5個 4個 5個 5個 6個 5個 5個 Density function是distribution对x做微分 它是微分的关系 那微分呢 微分 各位以前学微积分的时候 微分的意义是什么 斜率 那就是一个变化量 变化的程度 或者是变化的快慢 比方说这个 现在是连续型的 一定要先搞清楚它 它这个前提 如果现在distribution是长这样 跟 长这样 这绿色线跟橘色线 它们之间 我把它画两张图好了 这两个distribution 一个是这样子 比较平缓 那这个是比较抖的 它的斜率不一样 对不对 那斜率不一样呢 可以反映出什么现象呢 这个现象呢就是 比如说 我现在讲这里是1好了 同样看这一个区域1 这张图呢 代表说随机变数在 比如说0到1之间 发生的几率少于这一个 随机变数在这边发生的频率 或者是它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造成它distribution 快速的上升 快速的累积 那这一种就没有那么快 代表说随机变数 比较没有分布在这边那么密集 那这一种是比较密集的 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用一个指标 叫做density function density 密度 那各位以前学密度是 物质的密度对不对 比如说你密度越高 一般你拿起来就会比较重 对不对 它比较扎实 它密度低的就比较轻 就是它比较 就比较密啊 讲白就是比较密嘛 那如果说我现在要看随机变数 它分布的那个情况 我们除了用distribution 来做观察之外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指标 也许会更客观 更容易去了解 因为就是我锁定那一个地方的 变化的程度来看 这个密度就有点像变化的程度 所以各位要记得这一个关系 这是定义啦 定义没什么好 好argue的 它这样子定就是这样的定 但是定义一定有它的原因嘛 有它的意义在才会这样定 那前提就是各位先把它记住 好 它是它的微分 那反过来 它就是它的积分 这个积分要怎么写呢 我现在对这个density来积分 那积分我需要用一个变数 譬如说用u来积分 那积分上下线要怎么定呢 要从负无限大积分到哪里 积分到x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随机变数小于等于x的几率 那意思就是 这个随机变数x 比负无限大来的大 但是小于等于x 所以积分呢 从负无限大积分到x 对不对 可以吧 那这个式子其实 就跟以前各位学微积分是一致 它是它的微分 所以它是它的积分 那积分上下线这个要注意 OK 那我们先下课